剑洞人来生换我呵护妈妈 不管怎么样我希望下辈子是一个能够照顾她的 两年前创下大学学测史上首位生脏生拿下满级分纪录的胡亭硕 现就读台大法律系三年级 她因罹患俗称剑洞人的脊椎性肌肉萎缩症 须以轮椅代步 她日前受杂志邀约写了一封给妈妈的信 系组母亲打三份工 拉把她念台大的辛苦经历 该文被转破到PTT后 网友推报 指呼文章加洋葱超催泪 她说因为她的病 亲友责难让母亲离了婚 为了照顾她 母亲辞去保险经理工作 自己创业 却被合伙人恶性倒闭 母子俩重到去市场剪菜业 母亲一天打三份工 仍严格要求她的课业 跌倒了妈妈不会上前服 训练她独立 高三时 她病情恶化寻短 甚至与母亲上演夺刀剂 当然是先抢 然后我们两个的时候就是在 把那个菜拆到 我记得我有砍 可是我们家菜拆得太老 就是就砍得没什么样 我那时候就很 那时候很不理性 就觉得为什么是我 犹豫症最严重的时候 可能就会趴在桌上一直哭 然后哭哭哭 然后我妈妈 我就哭哭会觉得睡着 她说从得病的过程中 自己成长许多 希望下辈子换她来照顾妈妈 打谢她 重点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而是 而是 而是你在那里面学到了什么 你体验到了什么 我希望下辈子能够 不管怎么样 我希望下辈子 是一个 能够照顾她的 动新闻台北报导